杯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杯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1203 今天是礼拜一 欢迎听听众朋友 在选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 我们节目的固定的扣益 题目 我觉得还是要维持 选前的 我们还是继续谈选举 因为看来最近这些选举的新闻 包括民进党蔡总统 还有韩国瑜 今天公布他小内阁的部分的名单 可能后续政治的议题 但会不会一路吵到2020 我也有点问号 我先跟大家报告今天节目内容 我们今天狗肺火只要谈阿伯 阿伯是柯文哲 这么讲的阿伯是柯文哲 柯文哲回来的 他办了谢票 这个唱歌 这个是我们今天狗肺火只要安排是阿伯 每次居然我们选的是这个 蔡丁贵蔡教授 蔡丁贵可以说 在高雄领那个鸡牌的 是中国在台湾的临时演员 这么多人去领鸡牌 然后他说那个是临时演员 这个我觉得有点 有点说不太过去 我先把这个 我的配的声音关一下 不然会穿掉 好 拍资 匆忙脚乱 那我希望独派的朋友要坚强 他是一个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输了 总统还是民进党 立法院还是民进党 我之前不是跟他讲过 那个柯林顿的例子吗 柯林顿总统在美国的其中选举 参议院丢了 众议院丢了 连州长都输了 可是他还是连任 不要失质 然后不要因为选举的这个输赢 就这个乱的阵脚 他这个地方选举 民进党也曾经全面在野过 中央是国民党 地方也国民党 民进党也过输过很惨 但是不要输到榜拨 好 第二段我们看这个川席会 刚有听到没有在网路 先爆得了 局团体在阿根廷办的那个 川席会已经结束了 所以当时吵了很久的 美中的贸易战 现在就变得雷声大鱼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 美国的副总统潘斯 他是来呛瞎的 放话的 北韩的问题如此 对中国的那个问题 对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 另外川席会 我们简单谈一下之外 蔡总统 蔡总统跟韩国瑜的部分 我们今天第二段主要谈这个 也就是说 蔡总统希望城市的交流 不要有政治的前提 蔡总统希望 不要有政治的前提 那韩国瑜的回应是说 总统重视政治面 我重视经济面 其实这有点 有点鬼打墙 没有交集 但是终究点面对的 终究点面对 我不是说蔡总统对错 或是韩国瑜的对错 他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面对两岸的问题 好 那第一段呢 呃 我们大概讲到派系跟民调 之前啊 我要先讲一下这个年金 呃 讲年金 我先讲个小故事 就是上个礼拜 上礼拜我到年代去录影 好 那年代的录影 他他们的工程 就是摄影师 有一个是以前在高雄 好 因为年代以前的 有一个棚在高雄的85大楼 好 那 因为我很多年没跑 我六 闭关六年嘛 那 那一天是第一次去年代 也很多年没去年代了 那去录那个 呃 新闻面对面 好 谢政务 谢律师 还有谷怀轩 他们两个主持的 也都很久没见面 我跟谢律师 也很久没见面 那谷怀轩是以前东森的同事 我以前在东森的时候 他是东森的主播 那 那一天去录影 好 然后遇到年代的摄影师 好 呃 一看 一看就是很多年没见了嘛 但是 很抱歉我叫不出他名字 那 他看到我很高兴 好 他 他问我说 你这几年去冲什么 问我这几年在干嘛 在那边聊天 因为还没录影嘛 那边聊天 他跟我讲一句 他说阿伯 阿伯 那我们待会 狗肺火是不是在讲阿伯吗 因为阿伯 今天讲阿伯 我以为他是在讲那个 台北市场科文哲 我第一个联想到 是台北市场科文哲 然后第二个呢 我想到我们以前东森 有一个阿伯 就是以前我们的东森的那个 乐透俱乐部 在东森S台 那也有一个阿伯 那个阿伯跟我也很好 那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别的 我想说 要嘛就是柯文哲 要嘛就是东森那个阿伯 我没有听出来那个摄影大哥他讲的阿伯是谁 第一时间我没有听出来 然后我就问他说 又聊东森西 阿伯 我是有点纳闷 后来他跟我讲说 那个阿伯 是汪笨湖 他后来讲汪笨湖 任在那里 我才联想起来说 他讲的意思是说 以前汪笨湖的节目在高雄 录影 然后呢 他们年代的这个工程班摄影师 他们下去支援 那我们这些 这些呢 我们就搭飞机 那时候还没有高铁 那时候还没高铁 我们就搭飞机到高雄去录影 这样子 他讲的阿伯是这个笨湖胸 我的这个先败 那就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 很难过 但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说 我们以前在 以前在高雄的八五大楼 在阿伯的那个 那时候奔湖胸 好 这个阿伯 我们来看今天的 帮他准备内容 我下午去 这个 参加赵先的节目 那个邵康战情室 那里面呢 他们谈了很多中选会的题目 那中选会啊 一开始 就一开始咱们中选会 中选会这一次办选务啊 总共将近三十万人 你看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选务人员将近三十万 其实那比例是很高 比例很高 那很多选务人员 因为他定在那个投开票所 他可能也没有时间投票 所以这次的投票率 实在是乱七八糟了 好 那为什么这个 选务人员会出缺 就是说 在十月的时候 一度找不到人 因为有他有分 九合一选举跟公投嘛 两边的这个这个处理 选务人员不够 为什么不够 好 其实 呃 像那个主任管理员 好 他们的日薪啊 他们是领当天的补给 呃 从两千九到四千六 好 其实给的这个配还不错 如果你去换算时薪的话 给他还不错 好 但是找不到人 好 没有要当 好 那当后来有去补满 就是说 为什么会不愿意去做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年金改革 好 年金改革 那我想跟天空的报告就说 民进党的败选检讨会 蔡总统就是跑了很多那个 呃 败选的县市 那第一站就去高雄啦 宜兰啦 台中啦 彰化啦 就到处跑这样子 前两天还去这个 呃 澎湖 跟嘉义 那呃 我不是要跟大家开 这个民进党的败选检讨会 我跟大家讲过 真正的败选检讨会 蔡总统他们一定知道原因啊 一定知道原因 而且一定会针对每一个县市的状况 去对症下药 好 我不得不说这个 他们是很会选举的政党 我觉得他们很会选举 呃 这个 我先喝一口水 抱歉 好 不好意思 这个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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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抱歉 抱歉 那 我不得不说他们是个很很会选举的政党 所以他们会拼选举 好 所以我不是要帮民进党开败选检讨会 但是我们从媒体的报 因为这败选检讨很好玩 他是关门的 我看到那嘉义那一场 那个李俊逸为那一场 那场只有呃 李俊逸讲话 图形者讲话 蔡总统讲话 就没有了 就是后面 嘉义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支持者 他们开炮的那个就就没有 没有画面了 好 很奇怪 那我不是要帮民进党开 好 我是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这么多的检讨会里面 有一个议题一直被提出来 但是没有获得重视 好 就是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 好 有好几篇读者投书提到年金改革 好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民进党你输在哪里 好 民进党败选很多原因吗 好 同婚的啦 公投的啦 空污的啦 候选人本身的啦 好 败选很多原因 其中的原因是不是年金改革 我认为是 我认为年金改革是 民进党败选的原因之一 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不敢这样讲 好 我不敢这样讲 但他一定是原因之一 好 这点我是 这个 呃 确定的 好 那如果年金改革是败选的原因之一 会不会让2020的民进党总统 跟立委选举再败一次 会不会 好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呃 那个劳动部的那个七天假 好 因为一立一休 衍生出来那个七天假的问题 好 那七天假部分 他们劳动部的意思 欸 当时劳工团体在抗争嘛 这个要给 好 那会不会给 好 如果你给 劳方当开心嘛 哎 多了七天假 那资方就丢了 我这七天的这个成本怎么办啊 人事成本怎么办 好 所以 他一定有有得有失嘛 不可能人人都好嘛 就蔡东东讲的 我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啊 好 那我举这个七天假的例子就说 这个要不要改 要不要改 好 如果改 对民进党的选票 好 比如说这个 企业家的金主 他可能抖内就比较少啦 我说你 你就搞七天假 都还还回去 好 他一定有得有失 那年金改革呢 年金改革 如果通通都不改 民进党在2020的总统 跟立委选举 会不会继续的流血跟失分啊 听到没有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说 年金当然可以改 当然可以改 好 那 呃 看怎么改 那 我认为 这个18% 呃 两年归零 我听到没有在在网络跟我讲说 现在就是9% 你还叫蔡总统改9% 这听到没有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但因为 脸书经常把我当成机器人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这样毁 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以后都9%啦 以后都9% 你现在今年的军工就要领到9% 没有错 可是两年之内呢 对不起 两年之内他就归零啦 归零就变0%啦 他就从18%变成0% 中间过渡期是两年嘛 本来中间过渡期是六年嘛 本来是六年归零被断云康改成两年归零嘛 那我的建议是说 我的建议啊 就很粗糙的建议说 那你18%可以改 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改这么多 可不可以不要砍这么多 不要砍这么凶 不要断亦康那种凶神恶煞的骂 我今天撇开新潮流的那些五四三 我认为最该下台是断亦康啦 我认为最应该下台是断亦康 断亦康下台不用补选 他是不分区不用补选 后面补一个就好了 随便补个不分区 男的补上去 每次就说有的没的 其实断亦康是在帮民进党扣分啦 但是因为他是新潮流的扛霸子 你也奈何不了他啦 他这就是那种个性啦 其实我认为最应该下台是断亦康 但是没办法 他下不了台 那不谈断亦康 我说如果改为9% 9% 本来18%嘛 18%一年政府补贴利息在800多亿 那如果除以二应该可以降到400多亿 砍一半就好 所以我今天在照片节目讲说 面子留给蔡总统 你年轻改革有没有改 有 有改 我改一半 我把18%改成一半 这个9%的版本也是 当年马政府的版本就9% 当年马政府送到立法院的版本就是9% 那我就照马政府的版本过啊 那面子留给蔡总统 里子留给军公教 那有的人有意见的 懒得有意见的 推给马总统 那是马英九的版本 我是做马总统的版本啊 你去跟马总统抗议 民进党要抗议 也可以 我现在这个选票的问题 有改革好 把政府的财政压力往下减 减一半 有没有改革 有 我减了一半了 怎么会没改革 李登辉做不到 陈水扁做不到 马英九做不到 我做到了 我不要一次砍到0 我为什么这样讲 也许是后悔 我们之前谈那么多年金 我也公开在我们节目讲说 我希望年金能够公投 但是因为呢 这个人为言轻啊 总统的因素 我不晓得这次的公投的威力这么大 包括这个爱家的这个公投 还有这个乙和养育的公投等等 我不晓得公投的威力这么大 当然 你要做年金的公投 你的题目要设计的很好 题目上面要从擦边球的角度去设计 如果 如果这次蔡总统不改 我也希望这个李莱希他们 他们还在问你 2020的总统大选 就绑年金的公投啊 我就绑啊 我就推公投啊 我就推这个年金的公投啊 把军公教跟劳工 老农津贴的公投绑在一起啊 包裹式的嘛 包裹式的 2018的公投告诉我们 2020的公投可能会更多啊 因为大家发现有填头 这推的公投这样有用 这当然也是公投万岁的一个 那一看公投把它修不修啦 公投的门槛等等 如果公投是有 有这么大的魅力 我相信以后的公投反复会更多 大家都来连署 大家都来推 这个对整个 这个民主政治来讲是正面的 当然公投也不宜太多啦 坦白讲 他还是要有这个值跟量的限制 我的意思说 如果年金蔡总统他不愿意改 如果他不愿意改 他可能会面对2020的公投 公投绑大选 谁也知道公投要绑大选 公投绑大选 投票率才会高啊 我过门槛的机率才会高啊 所以我刚讲说 公投的题目要好的设计 要把军公教 各行各业 包括劳工农民 通通绑在一起 这个提案的内容就很有学问了 绑在一起之后呢 去丢公投啊 因为我跟听众们解释 现在的年金改革 他只有修理军公教 我跟你讲这样 不是我要帮军公教 他只修理军公教啊 劳工他不敢改 农民他不敢改啊 这样公平吗 国民年金也快倒了 很多人是讲国民 国民年金有300多万 我们领国民年金的朋友 有300多万 军公教加起来不到 国民年金的三分之一 我没说你不知道嘛 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 在联合报写说 百分之五的改革 那时候先砍公跟教嘛 公跟教加起来才七十几万 我们百分之五是八九十万啊 公跟教加起来才七十几万啊 所以你改的其实不到五%嘛 你第二年才改军人嘛 2016改公教 然后2017改军人嘛 现在2018 对啊 没错啊 2017改公教啦 2018改军人 军人是今年改的 对 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 我觉得这样改不好 我希望这部分我们还会再谈 好 心头壳 心头壳是一个网路的 这个媒体 大家可以到心头壳去看 他有一个这个民调的检讨会 这个是我欠大家的 我之前在选前 跟他讲过 我希望做民调检讨会 跟民嘴检讨会 因为民调是不准 我不要单一的去批评哪一个民调 但是民调不准 大家都知道 这变成全民共识的 好 那民调检讨会 我跟大家报告 我不办了啦 我推荐大家去看心头壳 那心头壳的表格 我看了一下 那个 有些媒体的部分 他没有 没有 在入境 但相对已经完整 但是没有很完整 但是 至少有做 这一点会给 这个心头壳肯定 那 虽然我们的民调检讨会不开的 但是我还在呼吁听众朋友 不要被民调影响 我给大家看一个报纸 选后的败选节奏 我觉得这是联合报 昨天的四版 四版没错 我给我们的这个 网络听众朋友看一下 然后我待会会念的内容 联合报 非常的 我觉得这个调查报 做得非常好 他做了整个 这次选举 派系的 这个调查报导 那到底派系的力量 尤其是他里面分析的 高雄跟台中 我觉得非常好 那到底派系在这次选举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就 卢秀燕跟韩国瑜的当选 跟地方派系有没有关系 分析的非常好 一整个班 尤其是高雄跟台中 很好 我觉得联合报的这一篇 这个跟我们一般跑去 这个要花很多 时间跟精力去做的 这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不是日报的 那个class A 他这个已经是 周刊杂志 月刊的那种水准 做得非常好 我推荐大家去看 那我也不是要去把这个派系 把它妖魔化 我在讲一遍 昨天联合报的四版 那 里面呢 他当然提到这个 各种派系的这些点点点 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我刚才 我不要把派系给妖魔化 当然没有那个必要 那你看哦 如果这一次派系 可以让高雄跟台中翻盘 大家看到结果了 那我请问你 上一届为什么国民党输 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是林佳龙跟胡志强选 上一次是这个陈菊跟杨秋心选 如果派系的力量这么的 这个强大 好组织动员 哇 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天下国民党输 为什么 这陈也败系 败也派系 我们今天的那个run down 我有贴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我们的电 我们节目的粉丝专页 飞碟晚餐成会文时间 收听我们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请你不要到那个粉专 请你到我们电台的粉专 我们有一个节目的粉专是我 电台的粉专是电台 你要看run down 要到我的粉专 飞碟晚餐成会文时间 这个是我我在管理的粉专 我个人的粉专 那电台的粉专是叫做飞碟联播网 在脸书 它有直播 那 这部分还有必要在微调 你看今天12月3号 我们11月6号开始直播的 其实也不到一个月 很多东西都还在这个 微调当中 这个 技术方面部分 我们会再处理 我的意思是说 地方 我刚才讲run down 可以到我们飞碟晚餐成会的时间去 最近有些朋友留言 我会 尽量调整时间去回 我的run down写 我说地方派系不是吃素的 地方派系不是吃素的 选前 手牵手 那选后呢 选后呢 你要我动员 你要我的组织 我出钱出力 我帮你吹票 雇票 我帮你把地盘给敲好 你当选啊 我呢 你现在要怎么跟我 因为地方派系 他有很多的县议员跟市议员 都是地方派 你去地方要选去 没这么简单 你用台北来看选举会失真 台北市你会失真 你要到各县市去看 那个才是真实的状况 你没有任何的派系 你空降下去选 你不会赢的啦 好 那我刚刚讲说 我没有要把拍戏给妖魔化 无名化 没有必要 那我请大家去想嘛 天改以前的选戏 有什么地方拍戏不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以前不动员 为什么以前国民党推的候选人 你看高雄县 33年 高雄市20年 弄一个民进党 你说电风派的也真厉害 高雄九席立委是0比9 国民党0 九席都是民进党的 为什么 你不是有派系吗 所以派系它是个很暧昧的一个学问 特别是在国民党的这个 整个党的文化里面 你要不要跟地方派系 混在一起 那我倒过来讲就说 你这政治人文 你这算中东算市长的 你也不可以改行刑 譬如说 选前的时候 你兄我弟 你兄我弟 我们好像兄弟 选前是一回事 选前你 你政治人物 你需要我地方派系 你要我出卡手 你要我帮忙 我才能让你当选 可是你当选之后 你不能翻脸不认人 你下次不用选吗 选前需要帮忙的时候 说我们是兄弟 选后说我是黑金 你这样够意思吗 选前手牵手谁都会 那选后呢 我们常讲 人在江湖飘 谁能不爱刀 你出来江湖混 你终究是要还的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卢秀燕跟韩国瑜 恭喜你们当选 但是你们的挑战很大 不是我们比方说 发鸡牌 发鸡牌我也会 发鸡牌谁不会 这次朱学恒 大家花了很多钱 朱学恒很有钱 花一点是 他之前不是翻译吗 然后跑通道 朱学恒很有钱 所以花点钱 不是发鸡牌那么简单 来我们进广告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 我们这段要谈 两岸的部分 首先是G20 在阿根廷的G20 他落幕了 大拜拜 每年都办这些活动 那里面最受到全球矚目 就是中美的贸易战 到底状况如何 这个跟美国其中全局有点像 什么意思呢 那个11月6号 那我们开直播 美国其中选举 因为美国有参议院 中院和州长 选举结束 川普说他赢了 川普说他赢 然后美国的民主党 民主党现在在野 民主党说我们也赢了 共和党说他赢了 民主党也赢了 那谁输呢 对不对 共和党说他赢 民主党也说他赢 那到底谁输了 美国的 两个都赢 这很奇怪 两大党这莫名其妙 那中美贸易战呢 也很奇怪 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结束了 川习会结束了 每个人都觉得 我有收获 然后表现得很好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你回头去看之前 在评论 美国的副总统潘斯 他不是在那个 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吗 把中国痛骂一顿 你在这样 他还说是什么 台湾拥抱民主是给所有中国人展现一条更好的道路 我们那时候也谈了非常久 非常多次 所以你看潘斯他的呛赌 呛声 可是你看川习会 川普跟习近平行礼如矣 所以天呐 我不是要跟你预测中美贸易战到底玩真的玩假的 但是我们看国际新闻 其实看我们自己国内的新闻一样 如果说我这闭关六年 有一点点的感想 就是说 凡是要留一点空间 话不要讲太满 我自己觉得 因为譬如说 现在大家讲说 赖清德他会不会选总统 赖清德他要不要继续留下当行政院长 明年一月是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那如果赖清德基于他派系的考量 因为他是新潮流的 这个权力在拱他嘛 好不容易把他推到行政院长这个位置 如果赖清德他决定明年一月我就总辞 立法院会期结束 给总统农历春节的空档去找葛葵 我就总辞 如果他总辞 那你现在说赖清德不会总辞的名嘴怎么办 怎么办 你还厚着脸皮去上电视吗 你那时候不是说他会跟蔡总统并肩作战吗 你不是说他不会选总统吗 如果你在电视上讲的跟后来新闻的发展是相反的 那很难看 可能电视台无所谓 新闻台无所谓 主持人无所谓 制作人也无所谓 可能有些观众也忘了 忘了你之前讲什么 可是你自己记得 不是吗 我刚刚前面讲说民调检讨会很抱歉 我就不开了 名嘴检讨会 我也不开了 不是说要去吐槽 被人漏起 其实 听讲朋友 我们这样子跑通告去讲那件事情 是风险很大 讲对了没讲品 他讲得很准 讲对了顶多几个人帮你按赞 讲错的很丢脸 所以我不要去猜 但是当时对美中 中美贸易战 这么悲观的 那什么财经专家 大学教授 如果中美贸易战最后 雷声大雨点小 你们怎么办 你们怎么办 你们有些还要回大学教书 有些还要上电视讲东讲西 那你怎么那个 好 我们来看这个蔡总统 他提到这个城市交流 因为这是韩国瑜的当选 蔡总统说希望城市交流 不要有政治前提 不要有政治前提 这一点是我比较纳闷的 城市交流不要有政治前提 我是同意 那我想请问蔡总统 两岸交流有没有政治前提 两岸交流有没有政治前提 其实 我不是要帮蔡总统讲话 我也不想帮韩国瑜讲话 因为两个讲的都不太对 韩国瑜说蔡总统重视政治面 我重视经济面 你看 这个话对不对 难道路克来 路支来 通通都是经济没有政治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其实严格讲起来 我认为蔡总统跟韩国瑜 两个讲的都不对 你们两个刚好都讲的片段 把你们两个讲的片段综合起来 那就是对的 那就是真相 也就是说 听到没有 我们现在跟对岸 你说中国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阿共也好 不管你要什么代名词 我们跟他的所有的交流都是政治 都是政治 他9月1号不是发给港澳台居住证吗 港澳台 香港澳门台湾 港澳台居住证 他可以18码的证件 你可以买什么 他们的高铁啦 去他们的购物网买东西什么的 那我请问你 韩国有没有 韩国有没有 印度有没有 俄罗斯有没有 俄罗斯跟阿共很好啊 他们有没有 他们没有 只有港澳台有 为什么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准国民待遇 他为什么把你当成他们的名字 因为他认为我们跟他是同一国的 所以蔡总统你讲的我同意 两岸的交流 城市的交流 是不应该有政治前提 那韩国瑜说 他希望经济100分 政治0分 这个我也同意 经济100分 政治0分 我同意 但是我要告诉韩国瑜跟韩粉 这做不到 这做不到 我们有网友在网络留言说 因为我批评韩国瑜 他聚听飞碟电台 聚听飞碟晚餐 我很遗憾 我很遗憾 可能你是韩粉 你觉得韩国瑜是不能批评的 这个我尊重你的意见 因为你是韩粉 我尊重你的意见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 去改变我的意见 我觉得就我上礼拜讲的 他做得好 我们一定是鼓励 做得好你还骂他 你这太离谱 那做不好 当然是批评跟监督 媒体的基本立场 基本原则这样 我不会因为他是韩国瑜 或是柯P 或是蔡总统 马总统 去改变我的标准 我要尽量维持一致的标准 那我的标准 有没有公平 有没有一致 是交给听众朋友 你们来决定 不是我决定的 我告诉你 我很客观 小时人 大家给你配音 你怎么很客观 话不能我自己讲 那我比较担心的是 之前我们有call in 好几年前 那时候郑小晴 在我们电台 好几年前 有一位听众很好玩 他说啊 那个霍恩兄 我每次听你的节目 你都在骂国民党 因为那时候已经蔡总统 那时候应该是蔡总统了 他关进来 那理论上蔡总统执政 我应该批评监督 蔡总统 民进党才对嘛 那个听众 空间来说 我每次听节目 你都在骂国民党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当然有 因为你看我们节目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嘛 一个礼拜五天 然后每天一个小时 那你一定不可能每天听嘛 你如果每天听 那也不是 偶尔也可以偷懒一下啦 我谢谢啦 我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那有没有可能 那你说我每天听 你有没有可能每天 从六点听到七点 那也太强能所难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 那我对收听的朋友 我都很感谢 有没有可能说 在你每次打开飞链电台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直播 应该是两三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直播 有没有可能你每次打开收音机 打开app 然后刚好听到段落 就是我在骂国民党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我就大概准备 就不是在骂马英九 在骂吴敦毅 我当然不能怪你 因为你可能一个小时 一天的一个小时 你只听个片段 然后刚好那一段的单元 我正好在批评国民党 有没有这可能 其实是有的啦 我讲实在说 所以对听众朋友的批评 你批评韩国语 我不听飞链电台的 我不听飞链晚餐的 我尊重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 我比较希望 你想说我批评他 有没有道理 如果你觉得我批评 是没道理 那我欣然接受你的指教 而不是说韩国瑜都不能讲 韩国瑜都不能批评 不要去造神 他不是神 他是人 所以李嘉芬去接受 唐湘荣大学的专访 李嘉芬他太太 他就讲 他说有高声量的支持 也要接受高分辈的监督跟责难 李嘉芬都会提醒他说 十几万人喊你的名字 十几万人为了你去 晚会等那么久 你一定会飘飘然 这一定的 但是韩国瑜跟他 他太太跟他女儿会提醒他 会提醒他 我也希望我们的听听没有 能够理性的来看待 所以如果你还是觉得说 因为我批评韩国瑜你就不听 我很遗憾 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基本立场 我刚讲的就是说 经济100分政治0分 那个是选举前 投票前韩国瑜的口号 你实际落实上 他是做不到的 谁都做不到 九二共事 两岸家亲 双城论坛 ECPA 这通通都是政治的 入资入深入克 大三通小三通 没有一个东西不是政治 没有办法 天呐不是我们愿意的 我不是要跟阿共投降 可是他就在你旁边 你怎么办呢 你一直骂他 他银弹飞弹都比我们多 你要怎么跟他打呢 国际社会这么现实啊 你看美国跟日本 你看那个川习会刚没讲到 那个G20啊 中国的媒体讲 这个习近平 再度重申这个台湾问题 一中政策 美国也是例行性的 对好我知道 我就是一中政策 安倍也是一样 日本也一样 美国一样 他们都怕中国 那你觉得这样的国际社会 我们怎么办 雄青 我看起来不是统派 统派拦得比我多得多的一大堆 我看起来也不是独派 我们今天每日一选的是独派的 这个蔡丁贵蔡教授 我不是统派不是独派 我希望是大家去思考 这个问题 全部都是政治的 我们上一半没讲的 我今天补充一下 如果绿白合作 包括台北市立委的补选 姚恩是请辞的立委的补选 如果绿白合作 民进党承认两岸一家亲吗 民进党认同吗 两岸一家亲 你认同吗 那重点是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 蓝的绿的白的什么都好 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就必须得面对两岸的问题 所以我给蔡总统的一个评论 很公道 我们在画面看 哇 马总统你做得好烂 你这个两岸 批评马总统 蔡英文当选 蔡英文在大选变断讲什么 他说马英九的外交 不知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做外交 要看中共的脸色 骂得很凶 蔡总统你现在当总统 你是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你难道不用看阿公的脸色吗 阿公说断交就断交 我们的邦交国谁敢含扣 没有人敢 断交就断交 邦交国被挖了几个 两年挖了五个 WHA不准参加 不准参加你怎么办 你也是吞下去 M503 我就是要这样飞 海峡中线 我就是要这样飞 你怎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能怎么办 所以 我说中华民国总统 来 抱歉 这个时间没了 来 开放我们的困点 022363995 控制 2363 我们这礼拜还不是要谈统独 我们要谈选举的后续 欢迎听你们 现在上线 02 2363995 我们的网络 因为我礼拜五 礼拜五的部分 我礼拜六礼拜天 有抽光 我们的听众朋友 很可爱在脸书 他们有人会背我们的 call in号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帮我打 我们的call in号 022363995 这是我们的call in电话 我们现在开放 欢迎听众朋友 现在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谈 1124的选举 贝利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你好 大哥你好 您住哪 贵心你好 我姓黄 我住台北市 黄先生 你投票的人有当选吗 没当选 我这样问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的 干嘛这样子 没当选也可以打进来 是啊 现在打进来了 黄先生 你请说 你想讲什么 我想要说的是 我感觉民进党没有中心思想 他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政党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觉得他是为了打败国民党而生 但是国民党已经失败了嘛 他们也执政了嘛 那我觉得他们抱住两个神主牌 他这两个神主牌如果不做修正的话 他会很难执政 没有办法常常 就是反核啊 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独立啊 台独 这两个都很大呢 是啊没有错啊 但是他这两个如果不做修正的话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长期执政啊 好 谢谢黄先生 感谢 谢谢你 那提到民进党 他认为两个神主牌 一个是核能 一个是台独 黄先生你讲的没错 这两个神主牌 民进党这个很坚持 来02363995来贝地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是你好 您住哪 贵姓你好 我是杨 杨小姐你住哪 台北市 是杨小姐你的那个收音机要关掉 杨小姐 收音机要关掉 我是用直播的 那你要把你的喇叭关掉 OK 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非常好 杨小姐你投票的有当选吗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你还笑 是现在在验票的那个就对了 对 好好好 杨小姐你请讲来 来你请说 嘿 你的你的看法来 我的看法是觉得 为什么台北市会发生 这么难看的事情 没错 没错 是 然后这个大家都一直在防澳部 结果没想到 澳部居然是在台北市发生 是 选委会发生 选委会 坦白讲是离谱 离谱 选委会是中央选委会 但是台北市呢 一样 一样对不对 一样烂 对 一样烂 那怎么可以让今天我们那个副市长林青龙 跑啦 我们没有办法限制 可不可以限制他出境 他是兼选委会的主委 台北市的主委 没错 对 那那个官司还在打 可以让他这样子 他什么都不用 真的都不用付吗 是 杨姐 杨姐我们就期待验票的结果了 好不好 是 好 谢谢杨姐 杨姐提到那个 因为验票 今天开始验 那 我不去预测验票的结果 因为北院 北院 北院的民庭加行刑 大概有200多个法官 他每天派50个法官去 因为日常的庭也要开 我们近代那个验票的结果 来 菲利晚餐你好 喂 你好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贵姓 宜蘭姓游 游先生 你投的有没有当选 宜蘭游 我讲台北 讲柯文哲那个 好 来 我觉得柯文哲他应该 做是一个机会 怎么说 就是 如果是 大家都说 丁所忠要怎么样 可是如果是由柯文哲他提出来说 要跟他买款 不然就转一代 那会怎么样 游先生你 你不要开玩笑 所以 对啊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做到台北市中而已 他就没有总统而已 他如果说 他如果跟他说 这次 明天要拍看 我们再算一次 我们也比较好看 像你选总统就真有机会了 你的意思说 他的风度的问题就对了 对 他的格局 他跟他说 啊 我们 大家都 变成五十几万的 都不服气啊 对啦 那问题 你说陈其迈 陈其迈有个角度 他就说 阿公的你就三条 对 他这样 对啊 你看他另外一半 他会认真 金索东那些支持 金索东他不会去支持柯文哲 就变成一个分裂了 OK好谢谢 感谢邮先生 感谢你胖庭 谢谢大家的朋友 我是陈惠文 那谢谢所有我们call in 参加的听众朋友 我们明天call in 还是要谈选举 这点特别跟大家做 报告 这个礼拜还是要谈选举 然后 两岸的部分 我们会有很多时间谈 会有很多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总统大选跟立委的 那个党内初选 他大概到 明年 在明年农历节 农历春节之后 应该是三四月之后 才会开始 所以 中间他有一段时间 会淡下来 这几天让还很热 因为12月25才交接 然后还有什么跨年 什么的 就慢慢淡下来 观察点就往后演 所以我们统读 不能往后演 这一点也特别请 金索东朋友谅解 来我们看今天每日一剧 排队领机牌 就是高雄 这个朱雪恒 跟韩国瑜 韩国瑜那天在坐摩托车 跑去 那个 林园的现场 蔡丁贵 她说 排队领机牌那些人 是中国在台湾的 临时演员 我觉得 这是我们今天 我觉得蔡丁贵讲这个 没什么 没什么意思 你说人是 那都是我们高雄的乡亲 你怎么说人是 临时演员 所以 我知道这次 选戏后 特别的朋友 心情很不好 期末一次 心情很不好 那是一定的 最多 那天下 这个2016国民党大败的时候 很多蓝军的朋友 也举到买死了 所以独派的朋友 不要生气 选戏过去 那两年选一次啊 两年选总统 两年选管理政 两年两年就一次选举 因为输一次 把红豆都输掉 这是我要说的重点 来 我们来看今天的狗费火 这是柯文哲 柯文哲 阿伯回来了 他说未来四年 要建立对的价值 有媒体说 你是不是在炮打中央 当然他 我还是跟他讲说 因为是选票万岁 他获得了 比较多的选票 他就当选连任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太 柯文哲 不要太 因为他的得票 因为姚恩智的参选 姚恩智拿了17%的选票 所以柯文哲的得票掉了很多 那他会不会去选2020 我不知道 柯文哲你现在问题是 跟韩国语差不多 你要先把你的新内阁组起来 小内阁 柯文哲也很多人跳船了 他不做了 刚刚我们空音的朋友 提到林青荣 跑掉了 刚刚台北市的杨小姐 林青荣跑了 回去学校教书了 所以要如何组成一个 比较好的小内阁 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第一任四年 有25个台北市的一级居住所长 跑掉了 包括检医院等等 那这一个四年 柯文哲会不会出场 我不知道 但是会不会又有一堆居住所长 受不了 跑掉 谢谢柯文哲你的挑战 那柯文哲说 谢谢大家支持 新的政治价值在台湾出现 讲的都很好听 因为他是谢票 感恩的谢票的院优惠 我是不太认同 我之前在节目中 跟单长柯文哲八题 没有一题有答案 柯文哲八题 没有一题有答案 那是选举结束了 所以我要回过他讲 就说两岸的问题 两岸一家亲 九二共识 会不会有答案 我今天在赵先生节目讲 我也很想问蔡总统 不知道蔡总统 肯不肯 你看哦 马前总统说 不排斥统一 蔡总统说 这个伤害台湾主权 不排斥统一 伤害台湾主权 我想请问蔡总统 那赞成主张 承认九二共识的 有没有伤害台湾主权 不排斥统一 伤害台湾主权 蔡总统讲的 他骂马英九 那承认九二共识的 有没有伤害台湾主权 蔡总统你要面 蔡总统你必须面对 给答案 那我刚讲 因为柯文哲的八题 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有人提到 好像那个什么 还债的问题有人提到 但是没有真相 所以我也很担心说 在2020的总统大选 我们现在关心的 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 统独的问题 两岸关系问题 是焦点吗 你现在回头看 2016 2012选总统的时候 两岸问题是焦点吗 显然不是 那如果连选总统 我们四年才选一次总统 如果连选总统 两岸问题都不是焦点 那我们什么时候要谈呢 我们什么时候要面对呢 我刚讲韩国瑜跟蔡总统 那两个不断 我不是批评韩国瑜 我也不是批评蔡总统 但他们两个讲的东西 是矛盾的嘛 柯文哲说 两岸一家亲 不涉及政治怎么可能呢 我要经济100分 政治0分 这也不可能啊 所有跟两岸的关系的问题 通通都是政治啊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见